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 当年你未婚妻出生或去世 是你主动让我当替补新娘 我会补偿你的 你想要钱 想要工作 甚至是你母亲最好的医疗资源 我都可以给你 你以为我是为了占家的巨额才有 行了 明天我会让律师拿着凌写一回来 老公 你尝一下我现磨的咖啡吧 现金级也没有 我收过 不许请我老婆 老公我可以离婚 我不要房子也不要车子 我之前和孩子 孩子 我和你 我和你 你别闪着我 beautiful 啊 beautiful 啊 若是我此生之爱 只有严真你一个 一个体身也敢如此酸酒 好 烟城迷人严正宁 天与不幸在骑山路发生撤火 死亡 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的严家长女 严正宁不仅是网络安全系天才 还精通小提琴画画 易容等仅是天度红颜 我看他严真理 虽然重新的路需还是什么 战爷 银行卡里的钱是昨晚的酬劳 从此你我各不相欠 管家 把洛杉安给我找回来 我要他生不住死 少爷 手下已经调去了别说周山所有的监控 少奶奶他 一群飞 战家少奶奶洛诗涵 已离家出走十个月 所有电子监控设备都没有录下他的行踪 若有知情人士知道他的下落 请拨打节目热线电话赏金一百万 我离开战家那天 不仅易了容 还离开了所有的监控设备 这韩爵 你想找到我 做梦吧你 大宝二宝三宝 是不是又饿了 妈咪来了 因你们爹地那样自助比较的性格 如果被他发现 一定会把我丢进大海里喂鱼的 如今 会有你们三个宝贝 总不能多多藏藏一辈子 要不把大宝送给他 少爷这是亲子监禁书 证明他是您和洛诗涵的儿子 小少爷是洛诗涵派人送来的 洛诗涵一个只身不养的女人 有什么自个找我接近身子 来人说大少奶奶她难产 死在医院了 要死了 这是他的遗证 哪个 告诉我 他葬在哪里 七山公路 六百七十四号 湛韩爵 两辈子的炙热爱恋 都得不到你的心 我该死心了 夜色点亮星火 耀眼的世界在 这一刻 过去总是变破 如果不是我妈病危 想今晚送入最后一面 我也不会冒着危险回国 哇好漂亮的小朋友 他们是童馨吗 怎么样都不 才能生出这种神圈样子的宝贝呀 我叫洛子涵 是哥哥 我叫洛子涵 是妹妹 韩寶藤头 你们快点 跟上妈咪 妈咪 你在木顶干什么 是想到明星吗 你们懂什么 这个叫潮流 你们也是 把木顶会得带上 我凭保佑 千万别让我碰到炸韩绝 啊 炸韩绝 完了完了 今天不会就是我的死期了吧 他在对我笑 这座冰山竟然会笑 炸韩姐 他们突然回国了 怎么 你不欢迎 怎么会呢 炸韩 今天这么客气我的新婚 走 我跟你们讲 以后见到穿西装打领带 打扮的人模狗样的男人 一定要躲远一点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是 拐小孩的坏人 妈咪 这个叔叔好好看呀 他怎么可能是坏人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走开 哦 哦 我我我我马上走 妈咪 这人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猜错了 大哥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小女孩 跟大嫂洛诗涵很像 哎呀别看了 我刚才看到他们打车走了 你掉头也追不上他 不可能 洛诗涵早就死了 哎 现在的PS基础这么发展 单凭一张遗照 也不能证明他死了吧 当年我派人四处找他 如果他没死 我的人不可能 郑家的追东西都确实非常厉害 可大嫂说不定 就是那条罗王姿余呢 你太抬举那个罗家的妻女了 妻女怎么了 大嫂当年能成功算计你 说明还是很厉害的嘛 你要是不会说话 撕毙子 掉头 哎 你不是叫我回家吗 叫他去哪 秦山公路 秦山公路674号 大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带你来看洛诗涵的目的 674 你去死 大嫂可真够倒霉的 新人藏在这里 哎 大哥 这不是真林姐出称获的地方吗 不是 洛诗涵就连死了咬胖子这里 哥 怎么会这么巧啊 哎 你有没有发现 大嫂跟真林姐相同的地方 越来越多啊 真林是复藏师叔 妻子化的大财婚秀 像她这种罗家的亲 怎么可以与真林相提并 当年你会娶大嫂 也是因为她长得实在是 跟真林姐太像了吧 也仅此而已 所以结婚一年 我从未主动碰过她 哎 哥 那我大嫂葬在哪里啊 这里也不太像会有墓地的样子 但办法 向洛诗涵的母亲转到环亚医疗中心 不 你不会真的怀疑 不可能 我刚才就是开完下嫂葬 她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妈 妈 我回来了 妈 我这次回来 不仅会治好您的病 我把大宝宝抄回来 思涵 你一定不要 放去大宝啊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再抛下大宝不管 我已经一聘了站家的保姆 明天就去上班 妈 我可以先走了 拥有机会才会来看你 湛涵觉这个人防备先太重 为了见大宝 我只能假装女佣 才能混进站家 小少爷 他也出门了 你都想去 不吃 我要妈咪 我要妈咪 小少爷怎么了 为什么不吃饭啊 小少爷从小就有厌食症 他只吃站爷亲手做的饭 要不 我去试试 就你一个新来的 我在站家已经服务五年了 小少爷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我做的东西 更合同你 叔叔 你等着 妈咪这就给你做饭吃 那我就吃一点吧 小少爷 你一个新来的女佣 跑这儿献什么银起 我说过 小少爷只是站爷做的饭 不会是你这个女佣做的 小少爷吃不吃呢 不是你说的算 是小少爷说的算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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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酒伤身 如何来新酒观光 老公 真的是你 老公 老公 你住住 这些年我找你找的好辛苦 怎么可能会是他 老公早就死了 小少爷 老公 小少爷 你有实验好托 上游 Kum 快病 再会 因此 我就帶你去見媽咪 趕在我兒子面前胡言道語 少爺有的人就是喜歡滑中學 像你這樣東外道心的理由 我們站家不知食物多少個了 乖乖的喝一口 就喝一口好不好 我們早就說了 小少爺是不可能吃其他肉的食物 還有嗎 這也不可能 少爺 少爺 從環藥醫院那邊傳來消息 檢控牌的 少爺在母親的病房 今天有人探望 睡了 戰爺 我突然肚子疼 去趟廁所 站住 你到底是嗎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女優啊 一個普通的女優 你一個普通的女優 你一個普通的女優 做的東西 站住也會吃啊 我倒是要看一下 你靠著 算不算正面 你 你能夠躲過站家的經驗 我對一輪站不開 我是不是也賭一種書 戰爺 你在說什麼呀 我真的就是一個普通的女優而已啊 來人 帶他下去先坐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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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他臉上好像沒有帶妝啊 哎 少爺 他臉上好像沒有帶妝啊 張爺 我 你們幹什麼 哎 住手 不是 對 我就是那種 你又不是咬我呀 咬你 不行 說什麼五年前的賬怎麼算 我給你酬勞了 這樣嗎 我給你十倍酬勞 再找個男人強盛 把我當年鎖上了 讓你更趕上一遍 如何 你想幹什麼 我就是要讓我當公鎖上了吃肉 讓你加倍 讓下去 我可是這樣這個中腿 你要是再看多事 你說要帶我去找媽咪是真的嗎 關小 帶上一回房間 吃飯 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說你 我面前 我是不該躲下單身 你就是一個彈身怕死的單小隊 所以我回來找他了呀 我手機下來了 換我什麼勁 這明明是我楊仲宁自創的歌 跟他有什麼關係 到底是我的手機 不會成功 忘記水頭水墊 就電話 喊不到了 哎 小群啊 救我 我倒是要看看 你的小生能不能把你摸上去 江山君 能使喉嚨 不行看你一輩子 你 你有什麼意思的這事情呢我見 這五年來 你為四處做個什麼 這個世界上 來有做母親的事能拋棄自己的孩子 如果不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我早就回來看他了 說得這麼冠冕淘化 你不過就是一個貪生怕死的單小鬼 你怎麼不說 是你太霸道 還不想道理呢 少爺 董叔要開始 接著 你最好給我老實點兒 你最好給我老實點兒 我要暫時離開 你最好期待你的小生能趕下來叫你 你最好期待你的小生能趕下來叫你 我人對我外來 我將他都一起相遞 你 門口有人臉識別系統 你的小生能出現 一定會一把警報 我等著他自動動啊 你最好 媽咪的手機定位就是這個位置 媽咪你等我來救你 小少爺你怎麼回來了 我來找 找 小少爺你是找爹地嗎 他剛剛出門了 你去忙吧不用挨弱 小少爺你 人臉識別成功 這專門為我設計的嗎 這麼容易就解開了 媽咪 看來 正還覺得人臉識別系統 在我家寒堡面前就是個擺設 媽咪是哪個壞蛋欺負你了 這裡很危險 我們先離開這兒再說 如果正韓拳發現韓寶的存在 一定會跟我想韓寶的撫養權 韓寶 我們得想辦法破壞這裡的監控系統 不能讓壞人發現你的存在 簡單就給我吧 不好了 刀子來了也不見呢 不好了少爺 大少爺他他他跑了 哪兒來什麼大少爺 是 是洛士山小姐 回家 少爺 文王好無損 看來就洛士涵的人 應該是正常快走進來的 這裡沒有配備密碼系統 幾乎不可能被破壞 人臉識別系統也只錄入了瓦 戰術的 那這個 天堂系統 監控系統的後端存儲 被人刻意破壞過 竟然還是個高手 什麼 你說小少爺進來過 果然 這次我還挺喜歡 和那個女人做的 看來是我小看洛士涵了 既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收買了我兒子 少爺 與其讓他們私下的聯繫 不如將洛小姐 正在光榮情節家裡這麼忘了 您認真的啊 洛小姐不過是老家氣女 應該很快會被小少爺嫌棄 他肯定會被她嫌棄 而洛小姐也會被小少爺 折磨著死去回來 然後她會離不走 就讓你說的吧 好 把她簽了 把她簽了 不簽 你看看最後兩個再做決定 陳漢傑 你真的同意 我去見我們的兒子 請注意你的措辭 那是我的兒子 我可以帶你去見他 不過你得答應我個條件 什麼條件 沒有我的緣絕 永遠不能不走 我是孩子的母親 你憑什麼不讓我們相認 就憑我不承認你是孩子 所以你到底簽一簽 如果你不簽的話 就永遠會想簽 好 我答應你 你該滾了 落差安 怕此為止 素素 我是來照顧你的小樂阿姨 看 喜歡嗎 不喜歡 就憑你這三角毛的功夫 還想套好戰索 我會跟戰術相處得很愉快的 蘇蘇 要不要和愛衣一起比賽 看看我們誰拼得快 我自了 洛曉姐 戰術就交給你了 戰爺放心 我會和戰術相處得很愉快的 ά 還有 你答應 你不是故意打碎的 真是 我有辦法 你是說交給 洛曉姐 請你把沖花底座下面打掃一下 好 哎素素别紧 你的事儿听你管 素素你你怎么了 怎么就是那么回答 fa 我不是故意他 不 é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他 因5年前我狠心 拋棄的 苏苏就不会这么伤心 别拼了 那些垃圾我早想丢了 你就是故意的 想要战术恨我 待会你走的时候 记得把那些垃圾也顺道带走 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战术相认 你恨我我可以理解 那战术呢 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你当年抛下他的时候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我要是知道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我就是带着他出去讨饭 也不会丢下他 乖 不好了妈咪 咚咚发烧了 什么 我我马上回去 不过来 这个罗世汉 再和正祖相处一天就迟到 真是婆婆子 正所 弟弟等会有个紧急会也要开 让白阿姨送你去幼儿园 好吗 正所 到幼儿园要乖 咱们你每天都会在 我目前有孩子 不能跟小朋友打架知道吗 你这孩子 有没有礼貌 万一跟你说话呢 战术 以后我就是你妈咪 你要跟我客气点 你说我妈咪 我要回家 八条包 你爸让你上幼儿园 哪都不能去 我不上去了 不去也得去 妈咪快看了这个读方的问题学生 妈咪她瞪了 你这孩子瞪什么瞪啊 你妈没见我你瞪人没礼貌吗 不许说我妈咪 我就说你妈咪了怎么 这整个幼儿园谁不知道 你就是个没妈的孩子 站所你要是求我 我可以当你妈咪哦 我才不要 你根本不是我妈咪 你 你是他妈 你怎么管她是的 我不是他妈 你没听着吗 站住给我回去 有点诊息 谁说他是没有妈的孩子 素素 你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谁欺负你 你跟小鹿阿姨说 你就是站家保姆啊 对 战素的伤是怎么回事 你什么态度啊 这保姆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战爷把小少爷交给你 白小姐就这个态度 战素会别的孩子打架 结果就被叫醒成这个样子了 小孩瞎的 马胆道弄 谁敢教训我家苏苏苏苏苏 欺负你的人是谁 阿姨给他回公道 就是他 要 没妈的孩子 要你一个保姆来出头 你看看这在场的哪个不是有钱人家的太子 你一个保姆 也有你说话的份 笑话的 你敢打我 我就打你走了 我趁你现在就给孩子道歉 老婆 老婆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保姆 没妈的 你敢欺负我家夫妇 又打得你满地找牙 打得你完了 你们都完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這個小媽媽完了 你這個沒媽的也完了 這個幼兒園是環亞旗下的 實話告訴你們吧 我老公就是環亞集團的項目經理 把我惹毛了 你就別想在這個幼兒園裡待下去 你還敢打我 再說夜中了個字 別說砸你了 我直接廢了你 好好好 你很好 希望等會你也這麼狂下去 我現在就打電話 把你們開除 妥妥地開除 好啊 那我也打個電話 老公 趕緊動用你在環亞的關係 把那個人給我趕出幼兒 你這個蠢祸 你到底惹了什麼人 老公你在說什麼 我就是想把那個沒媽的孩子 趕出學校而已 你自己想死 淋淋了我 我現在已經被環亞集團除名了 有付入用 怎麼會這樣 被環亞除名 那豈不意味著 被環亞集團除名 我想要找工作 誰可保佑我 你這個白家爺們 怎麼可能 他就是個小小的保護管 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我再也不敢了 滾 好 蘇蘇阿姨送你進教室吧 那阿姨帶你去遊樂園 好不好 走 不行 你不能帶蘇蘇走 蘇蘇應該去上學 你是哪位呀 蘇蘇被人欺負的時候 你在哪兒 這個小保姆 連我都不知道 我白男明 蘇蘇未婚妻 要不了多久 我就是蘇蘇的後媽 既然要做蘇蘇的後媽 就應該學會討孩子的歡心 你不過是蘇家保姆 有什麼資格都有指手畫腳的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 得不到孩子的認可 蘇爺是不會娶你的 你好像很了解蘇蘇 該不會 你也喜歡蘇蘇吧 你放心 我就是嫁雞嫁狗 也不會嫁給她 蘇蘇讓我從蘇蘇上去 她今天只能待在學校 白小姐 今天有我在 誰也別想請問小少女 做她不想做的事 韩爵 你請的這個保姆 簡直是個豐富嘛 她今天跟學生家長吵架了 影響非常不好 我勸她 她還罵我 甚至還強行把戰術帶去學校去玩了 蘇蘇 上去洗澡 替您好運 洛杉海 從明天開始 你不用來了 為什麼 跟學生家長吵架 帶孩子逃學 你還有兩位 我和那個家長理論是因為 我不需要知道原因 你的所作所為 暴露了你的心智 非常多的城市 蘇蘇受傷了 還被人罵沒教養 你知道這個 她的心理傷害有多大嗎 她逃學呢 你又怎麼解釋 蘇蘇非常抗拒上那家幼兒園 但是學生和家長 對她都不太友善 你沒有資格對我支持 像你這種只知道逃避退縮的人 根本沒有資格叫做戰鬥 可是那樣的環境只會讓她 如果你真的知道環境對人的重要性 你就應該給戰斧樹立好一個保養 我怎麼沒給她樹立保養了 如果從明天開始你還是遲到的話 你就不用買了 放心 我明天一定不會遲到 媽咪昨天回來那麼晚 新工作是不是很累 如果我和彤彤不穿新衣服 不抱進去班 你能不能換個輕鬆點的工作 媽咪不累 這份工作來之不易 而且媽咪有必須堅持下去的理由 你們給媽咪加油打氣 好不好 好 媽咪快去上班吧 我和彤彤已經知道是全路了 我們可以自己去 可是 媽咪放心 我開了訂閱系統 你可以在手機上隨時知道我們的位置 好吧 那你們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到了幼兒園記得給媽咪報平安 好的媽咪 彤彤你戴著手錶去上幼兒園 阿哥哥幹嘛呢 我現在就去海添別墅 找媽咪的老闆彈他 讓他不要給媽咪那麼多工作了 哥哥加油 媽咪明明給我打出門 為什麼還沒到 站住了 蘇蘇 你不是該在樓上寫作業嗎 我就很飽哎 那個叔叔是不是認出人了 戰蘇 爹提過你話的 不管了 這謀謂掛關再說 啊 我這就去樓上寫作業 這孩子 怎麼發現了一個 都變了 戰爺 我來了 洛小姐 你又遲到了 洛小姐實在是太堵了 堅持到了 說吧 怎麼辦 戰爺 我錯了 道慶要是有用的話 還要法律做人 我遲到了三十分鐘 你可以無償增加我的工作時間 我絕對不會有任何怨言 增加工作時常 那且不正常的小孩 我也可以不要工資了 媽咪 我是突突買著媽咪過來的 得先藏起來 不能讓媽咪看見我 你是誰啊 你是誰 你們給我長的一模一樣 這裡是我家 這個問題應該我問你才對 我叫洛子涵 你呢 架樹 你長的一模一樣 是巧合嗎 肯定不是 我們一定是雙胞胎兄弟 有道理 不過你來這裡幹什麼 嘿嘿嘿 我來找媽咪 不過我是偷偷來的 你可別告訴我媽咪 做事還是你媽咪 對呀 也是你的媽咪哦 為什麼媽咪要你不要我 唉 對呀 我媽咪就是你的媽咪 爹爹一定是我爹爹哦 媽咪要我不要你 那爹爹爹為什麼要你不要我 對呀 為什麼呢 他們應該是有什麼苦衷吧 你看媽咪不是回來看你了嗎 你比我心情多了 不長那麼大 你沒見過爹爹呢 你也別難過 你過來 我帶你去見我們的爹爹 戰役是不是無論我做什麼 你都不滿意 你連帶孩子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 你有什麼是值得我滿意的 你就那麼完美嗎 你要不同的女人接送孩子 你的作風問詞 會嚴重影響到戰術 那些都是戰術的軍情 明明是你自己思想的 想什麼都能找 白男寧了 他是戰術哪門子的親人 我的私生活 你好像無權開場 我還懶得管呢 但是拜託你就算有要孩子的打算 能不能在戰術沒有足夠安全感的情況下 暫時隱瞞一下 你聽誰說我要跟白男寧生孩子 白小姐親口說的 好我會親口告訴戰術 我這輩子都不會再給他聽弟弟妹妹 那那倒也未必 話也不能說得太滿 沒準哪天就不用說到兩個弟弟妹妹 這話容易 能有什麼意思 你這麼花心 誰知道在外面有用死生子 看那就是我們爹地 我帶你去見他 爹地 你有種再說一次 不敢呢 像你這樣的人 根本就帶不好孩子 明天不用來上班 戰術 爹爹這麼討厭媽咪 如果他知道我得走進入 他就更加不喜歡媽咪了 那怎麼辦 我們想辦法讓爹地喜歡上媽咪 這樣我們一家人就能大團友哦 爹地怎麼才能喜歡上媽咪呢 你去跟爹地撒嬌 就他把媽咪留下來 這樣他們就可以培養感情了 我會撒嬌 那我們換衣服 你去樓上等著 我去跟爹地撒嬌 有沒有 爹地撒嬌 我錯了 求求你別趕我走 爹地 我喜歡你送我上幼兒園 你不要裝好不好 我不同意 专家不需要没有时间关于 爹地 也许他知道是有股东吗 比如说 他还要接受他的孩子上下学呢 该不会被战速猜对了 我还有一个女儿 比战速小一岁 你果然是个水性养魂的女人 你当年跟我离婚之后 就立刻跟其他男人生孩子去了是吗 是我怎么样 那个时候你已经和我离婚了好不好 我女儿 这两天咱们发烧了 我因为照顾他所以迟到了 既然你不能全身心的照顾战速 那就请你立刻给我滚开 爹地 多阿姨虽然迟到 但他对我很好 他还教我唱歌 弹钢琴 画画呢 战速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在外眸 爹地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不要什么你都答应对不对 行 爹地 你真好 战役 你还有什么事吗 洛诗涵 洛诗涵 静婷只用你那虚假的母爱去感化这次吗 你这样只会让他更糟糕 战速今天表现挺好的呀 他都学会撒娇了 他这个样子跟金芬病有什么两样 这笔账我改天再跟你算 很糟糕 童童 妈咪 妈咪 今天老板没有为了你 你只是下班了吗 没有 人贩子 叔叔来了 小女孩 不准叫我人贩子 童童 叔叔现在是妈咪的老板 我们有事情要聊 你去一边玩好吗 叔叔 对不起 我不叫你人贩子叔叔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你 可不可以 别给妈咪布置那么多工作 我妈咪好累呀 叔叔给你妈咪布置的工作量可不多 是你妈咪自己扮成的 妈妈说的对 这本家的本性 就是占讯劳动者的劳动力 童童 叔叔和妈咪有重要的事情要聊 你不可以打扰妈咪谈事情了 洛世海 你当初不是指天发誓只爱我一个吗 湛爷 那些都是过去事了 跟我离婚之后 就立刻改家 还跟别的男人生个女儿 你对男人就这么饥渴 还真是恶心 以后别让湛叔看到你 湛爷 叔叔需要妈咪 不许 是吗 爹地是快蛋 居然要辞退妈咪 战术 明天我要见爹地 不能让爹地辞退妈咪 我们复唤一下身份好不好 看那个自闭症又来了 原来他们平常都是这么弱 买家说的 给我道歉 想要我们道歉 那就从我县门钻过去 以后我们再给麦尔告状星 我就直接用拳头来解决你们 战术 为什么打架 老师 我没有打架 是他们先骂我在先的 给你的家长打电话 把你的爹地妈咪 叫到幼儿园来 你知道这种问题学生 就是麻烦 战术 战术的爹地原来这么帅 比那些天王巨星好看多了 战术他怎么了 战术跟其他同学打架 其他同学被他做的鼻子脸中的 郑总 什么就是啊 战术这个自闭症 根本不会开口说话 事实真相如何 还不是任由我面白 战术爸爸 战术太冲动了 脾气也很古怪 班上的其他同学 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 不太合群 我教的 可是小朋友 不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一个人多孤独啊 熊烟不予厌熊 这个事情就是你家战术的部队 是他先动手打的人 战术 你说 战术就是一个蒙葫芦 他会说才怪 爹地就是他们欺负我 战术 没有什么你就直接给弟弟说 爹地会问你就是 他们卖我告状金 还要让我抓他们在胯下 我不抓他们就要打我 战术 你怎么能说谎呢 你没有受伤受伤的是他们 爹地老师说我是问题学生 说我是个麻烦 战术你怎么能冤枉老师呢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没有冤枉他 战术爸爸 我觉得你家战术 不适合待在幼儿园 不如你把他带回家休息 我觉得不适合待在幼儿园的人是你 哟 为何谁呢 没家底还要能生贵族眼的 那就别怪自己别气 你得罪了一位全是滔天的大人物 收拾不盖赶紧滚蛋吧 园长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有得罪个什么大人物啊 还原了太子爷 战少是战术的爹地 你是吃了雄心包子胆吗 竟敢得罪地都赫赫有名的延路上神 什么 原来战术的爹地 才是我们学校最以前的大人 你自己找死就算了 可千万别人累我们幼儿园 这爷 求您别分杀我 鸡 鸡鸡 都不为好笑笑 爹地好吧 走吧 你把罗阿姨给解聘了 爹地 你把罗阿姨给解聘了 她就没有工作了 能不能在你们公司给她找一份工作呀 她可厉害了 像洛诗涵这种乡下的粗笔女人 除了会些花言巧语骗你们这种小爱外 她还为什么呢 爹地 洛诗涵没有骗我 她会的技能很多 那这样吧 爹地明天给她打个电话 邀请她来公司应聘 不过呢爹地不能给她走后门 她得靠自己的能力 可以吗 好耶爹地 你不会是敷衍我的吧 机会给她了 能不能过 就看她自己的能力了 洛诗涵 一个乡下来的姑娘 能有什么本事通过还亚的面试 温小姐 这个是我们总裁亲自为你设置的考题 只要你能进入我们怀孕的网页 并且入侵其中任意一台电脑 就算你过 这么简单 赞汉局 现在你瞧不起我 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瞧起 搞定 喂 什么 总裁的电脑被黑了 哎 我的姑奶奶呀 我让你推电脑没有你总裁的电脑呀 不是他自己说的吗 总部的电脑随便黑 是 六十二 进来的 洛小姐 自求多福吧 他就说总部的电脑随便黑 不过不代表他不找我麻烦呀 没想到这个土包子认真打扮起来 还是很令人赏心 完了完了 也不知道赞汉局又在酝酿着什么坏说 战爷 我也不知道您在开会 不知者无罪 你不能怪我吧 这上面的职位 你随便选一个 如果能做战汉局的助理 就能接近到战速 可战汉局又很讨厌我 这副子二人 我只能整选一个人 我选总裁助理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承认这个职位 因为我有超越常人的黑客技能 和统筹管理能力 足以承认总裁助理这个职位 你有过工作经验吗 没有 都是自学 你一个三流专科学院毕业的学生 资质平庸 竟然能自学黑客科技 黑了我的电脑 你还真是让我越来越猜不透你了 可能是 虾猫撞着死耗子吧 老师海 你还真是让我越来越猜不透你了 不过你越是刻意的去模仿他 我就越讨厌你 素素 姑姑来陪你玩 呀 哥 你看呀 你儿子又不跟我玩 你明知道战素不喜欢你不难 你还非得招惹人家 我以为他病好了嘛 才皮铁皮铁跑过来给你带孩子 谁知道 他的自闭症又开始犯了 战素他没病 战素一会儿承磨寡言 一会儿热情似火 我怀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已经打电话给精神科医师了 他一会儿扇门给战素瞧 我还不过 你还要带孩子 我吃了 一定会好 你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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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排 你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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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和妈妈复婚 我的病自然就好了 战苏涵 你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 是不是因为罗诗涵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罗诗涵是自己妈咪了 罗诗涵 你这个不受信用的女人 找死 战义你怎么来了 战义你干什么 战素已经知道你是他们国家了 你说什么 你还在脚边 我没有 你这个没有底线的女人 我真的没有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战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的身份 分明就是你 我发誓我真的没说 闭嘴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恨你们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 战素她得了精神分裂 什么 你利用她对母亲的渴望 一步步接近我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重新坐上战胎的位置 不是的 你别想狡辩了 你别想狡辩了 罗诗涵 我给你一个人 现你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国内 永远不要回来 战义 我不能离开苏苏 这可忧不得你 如果你四十八小时内没有离开 你就等着跟你母亲收拾吧 妹妹怎么了 是不是老板欺负你了 没事 妈咪决定 带你和彤彤回欧洲地区了 啊 他什么时候走 后天 大叔 我们就要回欧洲了 怎么办 太好了 我们就要 你 战韩局 你儿子偷偷离开家了你不知道吗 他在哪 战素现在到了一栋居住炉 他到底要找谁啊 他去找他妈 洛诗涵 战素知道自己的妈咪是洛诗涵了吗 你跟着他 看看洛诗涵究竟玩什么花样 把战素片子团团转 素素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这样把秘书在这 走 洛诗涵跑步过来看看谁来了 他和汉堡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让妈咪冷静一下 妈咪想一想怎么跟你们介绍他 妈咪他叫战素 你怎么知道的 我跟战素已经见过面喽 妈咪不要走 苏苏 对不起 妈咪已经抛弃过你一次 这一次 妈咪不走了 妈咪我原爱你了 太好了 我也两个哥哥了 汉堡 你还没告诉妈咪 你什么时候见过战素的 还有战素 你是怎么知道家里的地址的 妈咪我和战素 呼唤了身份 我替他教训了他的恶霸同学 还见过他爹地 跟他爹地在一起生活了两天 你们这两个熊孩子 都是因为你们呼唤身份 让战素的爹地以为战素得了精分病 正在给他找医生治疗呢 我不要治疗 妈咪 要不我替战素回海天别墅 我有办法不喝药 汉堡 你真的愿意去吗 妈咪放心吧 我会偷偷给你打电话 还会偷偷出来见你的 四周是不是在你家 妈妈我来 大嫂 我哥让我把战素带回家 张苏 我们走 跪了 苏苏 爹地想跟你聊一下 洛世函他不是你母亲 他就是 不是你 爹地 下次我离家住走前会给你讲吗 还有下次 张苏 你的两重人格姑姑都很喜欢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小姑姑 你哭了管我呢 我这不是两重人格 我这是被夺手重生了 完了完了 哥 我感觉我们家小祖宗 我判斌 我们的准备 我们的准备 证券证已经无药可救了 闭嘴 你去调查一下洛世函 为什么战素每次见了他之后 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没问题 明天跟着洛世函 一定要亲眼看到他登上 飞往国外的航班才行 好好好 这组去 进屋宝贝 娜嫂 郑素 你怎么会在这 说来话长 姐你看到了 如今屋坐下说吧 大嫂 我哥 让你现实出镜 你如果会为了他的命令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 你还带着战术 我有我的苦衷 哎 大嫂 战术为什么会在你这 他不应该在我哥家吗 大嫂 因为战术没生病 你哥却要给他治病 所以我才把战术留在他身边 大嫂 我哥把战术养大 很不容易的 你一回来就夺走他 这也太残忍了吧 亲亲哥舍的滋味有多痛苦 我知道 你不会这么做的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战术被你带到了身边 你一回来就夺走他 你知道他一点 战术又离家出所 你知道吗 你在发什么识讯 速速度跟我一起用餐 你说什么 明白 什么回事 怎么有两个战术 没有两个战术 他们一个是战术 一个是韩宝 两个孩子 是啊 这两个熊孩子呀 之前瞒着我偷偷交换了身份 所以才给你们造成那么多困扰 那所以说 我看到的晶芬 是冷酷的战术 和活泡的韩宝 交替出现在我的眼前 对 太好了 我家战术没有病 你才有病 猪小子 怎么说话的 没大没小子 不许骂我哥哥 大嫂 这个小天使又是谁呀 这也太猛了吧 我看不如 给我家战术当同养席 神经 把韩宝和童童 是一胎三宝 什么 童童也是我哥的孩子 什么 童童也是我哥的孩子 我哥也太厉害了 童童童 童童童 现在 你已经知道 讨厌我 为了孩子 他会跟我对簿公堂的 这倒也是 你哥全是滔天 我卑微如蝼蚁 我拿什么跟他争 跟他讲啊 嫂子 你可不可以 看在孩子们的份上 再给我哥一次机会 让他慢慢接纳你 我其实 一直在原地等他 嫂子 就冲你这句话 这辈子我护你到底 我会跟我哥说 你已经出国了 风贤 谢谢你 你都跟我生这三个聪明可爱的侄子 我应该谢谢你 妈妈我饿了 妈咪马上给你做饭 战苏 战苏 你想不想爹地和妈咪复婚呀 想 姑姑有个好办法 小姑姑真的要这样做吗 难道你不想和爹地妈咪一起生活吗 想 但我不想伤害爹地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韩帽来做吧 我们法律援助节目 今日请来了 一位年纪最小的小朋友 下面请我们的小朋友说出他的诉求 我叫战术 是环牙主裁战韩绝的儿子 我现在请求法律援助 希望 你能把我的抚养全让给我妈咪 若是韩 肯定是你窜到我儿子去找法律援助的 爸 你还没处理好跟罗诗涵的关系吗 妈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 爸 洛诗涵不作为局 我担心的是 我如果处理不好洛诗涵 战术他会跟我理性 那怎么这样 你要以战术二看武器的条件 让洛诗涵放弃战术 行 我先带战术去找洛诗涵 拼复他的情绪 之后再逼洛诗涵让出抚养权 花家 还做洛诗涵 什么 托迪 少放手 他师傅 桩 陈最后 것 右那么 我 你呢去拖住爹地 我給小姑姑打個電話 讓他晚點回來 好快去 完了 我先給他手機 鳳鑫手機怎麼在你 這家無聊嗎 過來找我玩 你還挺累的 收買了我妹 還收買我兒子問你上電視 我如果說 上電視的主意不是我出的 你會信 不是 詩涵我們回來了 大哥 我能讓大哥開始戰速了 鳳鑫你跑 我們先聊一下戰速的表現 好 洛師涵 你想霸占战速的抚养权 但你有时间陪伴他吗 我会给他请全世界最好的老师 给他匹配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 那你呢 你能给他什么 除了这个破破烂烂的猪猪屋 还有吃不完的泡面 还有吗 我没给他们吃泡面 我给他们吃的是阳春白雪面 那你怎么样 还不是影响孩子的生长大运 你希望孩子长得跟你一样 像个猪猪 那你天天比战速吃山珍海味 我也没见他长多高啊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基因太差的 我蛋 开个价 多少才愿意放弃战速的抚养权 你什么意思 你认为钱能阻隔我的战速的爱吗 这样我都能轻而易举的放弃战速的 抚养权 你不同意是吧 那一定是给的钱不够高 这样吧 我给你十个亿 张韩爵 你就是把还亚给我我也不会要 我告诉你 战速在我心里 是无价的 好 既然如此 钱 你一分也别想拿到 孩子的抚养权 想都不要想 关下了 落架该破场了 我要落实喊 跪在我面前亲自求饶 素素回家 卑鄙 卑鄙 莫子凯 你快回家 沈凯 为什么还不死 如果你那么希望我死 我可以向你保证 永远不出现在你面前 要死可以 不过 你要帮助洛家渡过难关 我为什么要帮洛家 你有钱的时候想不起来我 现在走投无路 这想起我来了 你自己惹了战役 你自己喘的祸 当然应该由你来偿还 不是看 只要你把孩子的抚养权 转让给战役 解除 落实的 有其他才 为了帮助你们 却要我出卖自己的孩子 没什么 我也不找你了 我把落实的股份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张韩爵不是开出了十个亿呢 和你做事一这么扑 我还是去找张韩爵谈吧 站住 这三十 这三十 落加百分之三十的部分 哪有十个一现金来的更实在呀 这四十 你再多了 我的底线 你个死丫头 你只不过是我们落实养的一点不够 给你百分之五已经很便宜你了 你还想通病整个落实 落实 我还真不稀罕 这个劲儿他敢打我 烦了 今天敢当我一个汗毛 你那天继续和落实解除关系 让我眼睛睛看见落实被黄雅松变 可是你千八 你不能眼睛睛看见落实被北日以待吧 我也可以帮你 不过 他有一个条件 以前的落实行 被你们欺负的那么惨 让他 给我问一下 他逃任个错误 不可能 算老几的 跪下 老给这个剑下跪 说话你没听见吗 还不跪下 那这样一个剑 这样对我 跪下 你还不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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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 帮助落家了吧 好 把落家的全部转移到我民心 以后适应适应 与你们无关 可变落实 把所有债务转移到我头上 不是正合你们的心意吗 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 这个时候接手落家 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负 要不要答应我的建议呢 你们自己 不行 爸 落实汗就是趁我们落实困难 小空手套白狼 将我们乐视据为己有 我刚回来 妹妹就这样欢迎我 你的照样去忙吧 你打我妈耳光 让我妈下跪 你的教养吗 你妈把我妈从正宫的位置上碾下来 睡我妈的床 发我妈的情 你妈有教养 爸 如果你把落实全部给他 那我们就一无所有了 我认识环雅总裁的助理官小 我去求他 让他在战爷面前帮咱们说说好话 战爷一定会放过咱们的 对 我再让你爸 发一份律师声明 与他 脱离关系 我相信 我相信战爷 不可能 给你这个面子 陆诗涵 你还不快滚 你真以为我们落家 没有你就不行了呀 战爷对你可恨之入骨 只要避开你 公司危机 自然以人而止 思雨 落家 我就靠你了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拿上战涵局的助理 就能帮你们拯救洛氏吧 施宇 你怎么来欢哑了 关小 我是为了洛氏来求你的 这事我也没觉得 我建议你去找洛诗涵 只要他敢放弃孩子抚养权 总裁肯定会放过你们洛氏 关小 我想跟战爷当面说清楚 洛氏涵已经被我爸撵出洛氏了 这事你跟战少说也没有用 而且 战少不会见出生意伙伴以外的女访客 怎么会这样呀 那行我先走了 你来做什么 怎么样 战韩爵同意放过洛氏了吗 不会吧 你不会连他人都没见到吧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来找战韩爵啊 没有预约就贸然见战役 只怕会被他丢到大海里去喂鱼 洛氏涵 你怎么知道战云的办公室在这里 我关你自己 洛氏涵 你是来放弃战所抚养权的吗 你真无耻 为了霸占孩子的抚养权 就对洛氏进行经济制裁 那是洛氏进行不善 因为我 他怎么敢当啊 就算是我制裁的洛氏 战云 洛氏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封杀洛氏呀 敌人的敌人难道不应该是朋友吗 因为我做朋友你们也可以啊 你把私人恩怨蔓延到商场 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失业 很多家庭面临经济危机的 你知不知道 你们若是自己经营不善 动物 再也 我却你放下屠刀 利益成品 就当是为了孩子积点德 你说我缺德 真的不是吗 我看在战术的本上 一直对你承认 你如果再敢挑起我 别管我做客气 你应该知道 什么叫狗鸡跳枪 如果你再针对我就带着孩子出国 我 若是韩这是不足的贵子 不能让他连累我 呃 战爷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走 我长这么大 敢威胁我的人还是第一个字 荣幸备至 啊 想离开帝都是吧 我马上给你们母女两斤桥 但战素 你永远也带不走 战素我是不会给你的 那就事物心态 喂 妈 妈好不忠心才等到一个何时 可是我呀的医生说你不愿意交手术费 对吧 还要继续微笑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妈 我只要你放弃战素的抚养权 战罕绝 为了孩子的抚养权 你不仅风沙落实 还威胁我变重的妈妈 你简直散尽天良 自不良平 小子 我给战素我偷偷买了新衣服 你太客气了 飞歹了 你不吵我 你你跟踪我 我不跟踪你 我不跟踪你怎么知道你们两狼北未见 绝囊 哥我求求你饶给我十寒吧 他只是一个弱女子 你何必欺人太深 我回去再给你算账 哥 虐气时爽追起火葬场 素素 你怎么在这啊 走 今晚不能让他乖 这次我喊我爽不太 走了 给爹地回去 不能把我哥哥带走 他是我儿子 我就是要带他们去 你呢 就去找你妈咪 让我找他 这就是你跟别的男人神的孩子 嗨我嗨你 不是你这个小女孩 为什么每次见了我的敌意这么大 我又没对你做过什么 战口前 还不赶紧滚回家 张汉姐把战速带走了 我得赶紧把韩保接回来 啊 你孩子在我手上 在后面带着钱来存 一个一 少一分我就私票 找了哎 加索 只是诈骗电话 什么也没有人知 原来剧长妈咪 不行 我先进去等一等 如果对方要钱 我可以满足对方的要求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 就让我哥 走 走 我先进去等一等 如果对方要钱 我可以满足对方的要求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 就让我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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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 是你孩子被绑架了吧 对 我儿子被绑架了 那个孩子是没守身的 跟我结婚前 还是结婚好 大哥 只要他结婚时没有给你戴绿帽子 就说明大嫂他不是个坏女人 闭嘴 一个结过三次婚 生过三次孩子的女人 也值得你怎么结婚 看你不安 都是因為你自己作孽太多 所以孩子在被打 對 最大的錯誤就是愛上你 如果可以重來一次 希望從來都沒有遇見 我是韓 你卻還嫌棄我大哥 你怎麼能對嫂子這樣說話 遲早有一天 我最後回的時間 就是讓這個女人進了我家 大嫂不然把韓寶的身後告訴我哥吧 你怎麼會這樣 我想再等等 搜索 過來 大哥 韓寶後通通都是你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真心 爹地救韓寶 放心吧 爹地已經報案了 很快就有人把韓寶救出來 先回房間 你為什麼要報案 你知道報案對人之外說多危險嗎 叫你這個群人 不報案 你就等他 有什麼 你卻敢打我 因為你該打 抱歉轉進我的帳號裡 你要多少 兩個一 我一個也 還差一個一怎麼辦 戰爺 你能借我錢嗎 你剛才不是還硬起的好嗎 我求求你了 想我借錢 可以啊 跪下來 救我 你 哥 不就兩個一嗎 算我借你的行不行 這裡沒你的事 滾開 哥 你以為我在幫他 其實我是在幫你啊 安保是我的命 絕對不能有任何閃失 我求求你借我兩個一好不好 幫我渡過這個難關 哥 兩個一對你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 就算是小數目 我憑什麼要幫他 哥你知道嗎 韓寶他其實是 你怎麼還沒有打過來 錢怎麼還沒有打過來 你們是不是不想要這孩子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傷害孩子 謝謝你們五分鐘之內 不然我們可要撕票了 不要 戰爺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把錢借給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 大叔 不然我們把這條告訴他 這好我們安然無恙 你願意承得失去什麼 哥 你知道嗎 如果你見到韓寶 別說兩個億 就像二十個億 你也會乖乖拿的 你憑什麼覺得我會為了這個女人的兒子 花二十個億 知道我人多恨他嗎 真很絕 安保其實是 你還要是 喂斯洛塞海小姐嗎 你兒子已經被成功解救出來了 我們正在送他回去的路上 真的嗎 我我可以聽聽他的聲音嗎 媽咪 警察是在家嗎 回家了 媽咪馬上就回家陪你 大嫂 韓寶被救出來了 芳欣 可以繼續幫我 大嫂 您放心 我會遵守承諾的 你們再給我打什麼 沒什麼雅咪 你們剛才說的韓寶 還有什麼事 就是我認大嫂的兒子為乾兒子 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給房費錢 對 不過心臟不見 我忘記了 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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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擔心 韓寶 謝天謝地 你平安回來了 媽咪 對不起 我讓你擔心了 小嫂嫂 你安全回來就好 大嫂 你不會怪我吧 我剛剛差點 把韓寶的身份暴露出來了 你在說什麼 我怎麼可能怪你 當時情況危機 只要韓寶的平安無事 其他的 我都無所謂了 幸好警察出路做出韓寶 不然 當我哥收到真相 肯定會與你真如韓寶 論權勢 他支手遮天 論財力 他是芊衣總裁 怎麼可能鬥得過他 大嫂 不要心 我會繼續想辦法誤導我哥 不讓他發現真相 鳳賢 謝謝你 你不知道韓寶怎麼樣了 好想回媽咪家見見韓寶 蘇蘇 你想見媽咪嗎 想 好想 那爹地就帶你去見洛杉磯 是嗎 我也要去看看那個韓寶 究竟什麼來的 走吧 戰爺 你怎麼來我家了 我帶我兒子來見你 你還不樂意願意 當然願意 你兒子呢 我兒子 我是說你和別的男人生的孩子 韓寶 我兒子 他出去玩了 行 那我就在這裡等著倒回來 我倒是要看看這個韓寶 有什麼叫別人的地方 嗯 嗯 嗯 哦 爹地我餓了 洛诗汗 你不介意我們父子倆留下來吃你燉 廉價子餃子 你愛留不留 爹地媽媽做的餃子雖然不值錢 但是很好吃 大叔哥哥他是壞蛋 老师欺负妈咪 你别告诉他关于妈咪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会告诉你我叫洛子头 还挺可爱的 就是跟你妈一样过早 妈咪 叔叔说你会话 别管他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洛世海 湛爷 吃饭了 叔叔 妈咪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水饺 谢谢妈咪 妈咪我想哥哥了 哥哥怎么还不回家 是啊我是来见你儿子团的吧 和人呢 嗯 他和他父亲在一块 他父亲 对啊就是我前夫水性洋化的女儿 湛爷 你不爱我 你不爱我就不允许别人爱我了 没有不允许 就是觉得恶心 湛爷 吃人嘴软男人手管 你吃着我的饭呢 就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自己做得出来 还把别人说 你 爹地你不要和妈咪吵架 快叔叔 不许你修妈咪 妈咪听你们的 爹地我喜欢童童 能把童童带回家吗 如果他监护人远去 爹地打个接你 童童 你想跟战术哥哥回家吗 我不去我要大叔哥哥留在我家 不行 爹地我今晚想住在妈咪家 行吧 那爹地明天来接你 洛杉涵 我劝你趁早放弃战术的抚养权 否则 妈咪我不喜欢叔叔 龙头他是你爹地 可是他总是欺负妈咪 如果爹地和妈咪复婚就好了 你爹地那么讨厌我 是不会跟我复婚的 也对 爹地只喜欢颜真林 其他女人都很讨厌 你爹地到现在还喜欢颜真林吗 对 爹地喝酒的时候喜欢念他的名字 我找机会把事情告诉他 或许他会相信呢 怎么了 人呐 龙下还签了放弃抚养权的协议了吗 我要发布这个事情了 爸 我想等拿到离婚协议之后 再召开记者发个回 哎呀不就是不养权吗 给他一笔钱不就行了吗 我路上他现在想要 他不是钱 你儿子 不要钱 他有骨气 他说他拿什么和我们站起来争啊 我也行 我好久没有看到我的乖孙子了 告诉叔叔啊 明天一夜去看他 好的吧 喂 洛世海我爸明天要见陈总 你今天就把陈总 知道吗 我下午就把你送回爹地那里了 妈咪 炸叔的爷爷就是我的爷爷吗 对呀 妈咪 我还没见过爷爷呢 我能带替炸叔去爹地家见爷爷吗 这得问问叔叔给你见 妈咪 就让汉堡去见爷爷吧 好 那我下午啊 就送汉堡去爷爷那里 时候我就要赶快 爷爷 哎 是是今天对爷怎么这么热情啊 来 爸爸新的红包拿过来 哎 那是你的 叔叔 爷爷给你的红包 快拿来 爷爷 我不要你的红包 你知道爷爷给你红包意味着什么 爷爷给我这些钱 我可以补出任何努力 就可以住豪宅 买豪车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呢 我不能随意接受别人的愧疚 为什么 爷爷教导过我 做人要学会自立自强 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 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韩菊你把孩子培养的真好 是父亲教导的 叔叔 我跟你爹地要聊一聊 你自己玩会好不好 韩菊 叔叔病情最近怎么样了 自从那个洛诗涵来了之后 他好像变得活泼开朗去 洛诗涵对叔叔这么重要啊 这可能就是母爱的伟大吧 既然这样 你没想过和洛诗涵复婚的事 没有 你呀 心里头永远忘不着 那个严真灵的 是不是啊 他是我一生之人 我怎么可能会得到 逝者已去了 不能永远活在 失于他的悲唾里 之前我听说 你要和白家那个小姐结婚 有这事吗 有 我本来是想给素素 找一个人照顾她 但是素素完全不喜欢她 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儿子 那你还不如和若世涵复合呢 不 他已经赶下了啊 那我乖师的怎么办 我会好好教他 你有时间吗 楼上什么动静 哎 韩菊你去看看 好 谢谢 告诉他你究竟怎么回事 打碎这么多东西 起码得之后最练义吧 自己受伤了才去 爹地好像很神奇 爹地是不是不喜欢我 啊 大爷小哥也不见了 你准 难道的 去找老师韩呢 你好 有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间心 请稍后再摸 我来 韩宝 你今天不是去爹地家了吗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妈咪 爹地他不爱我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我不小心把 叔叔的 瓷器打坏了 爹地好像很生气 就把我拿扫房间 这个战恨君 在搞什么 爹地甚至不喜欢我 韩宝 你今天是以战恨的身份 去爹地家的 对吗 对 你看 那爹地肯定以为呀 打碎瓷器的是战恨 还以为自己罚的是战恨呢 并不是针对你 所以爹地不是在跟我生气 当然了 爹地啊 可能对小孩子比较严厉 不像妈咪这么慈爱 但他还是很爱你的 知道了妈咪 我以后人的一定会 赚钱还他的 你能告诉他吗 好 妈咪一定会告诉爹地的 我去干嘛 叔叔是你的儿子 他只是不小心打碎了瓷器 你就如此责罚他 我如果不这样罚他 他就不会找一切心 你这个责罚太重了 素素他是一个男孩子 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责任 倒是你 挑拨我们负责之间的关系 居心不可 在你心里 我就是一个搬动是非 挑拨离间的小人 难道不是 我不想跟你吵 如果战因不会带孩子 那就把战促的抚养权给我 不可能 素素 跟爹地回去 爹地我想跟妈你在一起 战役你看到了吗 孩子不想跟你回去 素素 如果你跟爹地回去呢 我就让洛诗涵继续当我家的保姆 并且带两头刀 我看起来很像保姆 难道不行 如果战役真心为了孩子好 你就不该提出这样的提议 你没有资格来否决我的决定 你没有资格来否决我的决定 如果把我的身份限定为保姆 如果把我的身份限定为保姆 那我教育孩子的义务 就会在无情中被剥夺 你一个乡野村库 你一个乡野村库 根本就没有资格教育我的孩子 我可以入住戰甲 以媽咪的身份照顧戰術的飲食起居 並且向你小拿房租 如果你去打聽一下海天別墅的租金 你應該就不會提合這麼荒誕的建議 戰爺開個架吧一個月 十萬 十萬一間 好 我可以先欠這一段時間 等我找到工作 我就會把錢給你 可以啊 利息三分 戰爺宅新人厚 我先謝過 那我明天就搬過去 麻煩戰爺幫我逢出一間房來 素素 媽咪明天就會去家裡照顧你了 跟爹爹回去 媽咪我不想走 戰爺你稍等 我需要給素素做一下思想工作了 fav 蘇蘇漠 從韓寶不想跟爹爹回家 你願意跟爹地回家嗎 煮飯 你用管 爹地 素素 你不吹爹地气了吧 为什么要吹爹地的气 不吹气就好 走 爹地怎么了 不是 你这衣服 怎么刚才穿的 素素偶尔会在我这边住 所以我给他买了好几套衣服换洗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那既然没问题 你赶快带素素回家吧 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赶走啊 难道是 做贼心虚 你在胡说什么 我只是怕你吵到我家韩宝睡觉 对 说起来你们家韩宝 我还从来没见过 他睡着了 那正好 带他出来见去 我说了 他睡着了 我又不打扰他休息 我就见他一下 哎 哎 不许去 为什么不能进来 难道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命 爹地我困了我想回家睡觉 行了 先回去 妈咪 爹地走了吗 走了 韩宝 你为什么不想跟爹地回家呀 还在生他的气啊 不是 我今天犯了错 我不敢见爹地 傻孩子 爹地 他就是韩宝 站一 不是 原来你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 哥 你知道吗 如果你见到韩宝 别说两个亿 就算二十个亿 你也会乖乖的撅住 你怎么敢呢 你怎么敢拐走我的孩子 他也是我儿子 怎么能算拐走 韩宝 爹地 是爹地对不起 爹地就想知道我们的总裁 是爹地没有做到一个父亲 应该做的责任 爹地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 爹地其实我们已经经过很多面了 爹 哎 四四 今天的爷爷怎么这么热情啊 战术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在外眸 爹地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不要什么你都答应对不对 所以战术之前忽冷忽热 不是因为他精酸了 是因为你们互换了身份 嗯 之前那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就是韩宝宝 老师海 我非常感谢你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 但是对于孩子的富有权 我志在彼得 爹地 你可以选择我和战术任何一个人来陪你 但是另外一个人必须要留下来陪妈咪 汉堡 是兄弟 就该一起成长 爹地你不能让我和妈咪分开 战义 请把汉堡还给我 厉害爹地 爹地你可以和妈咪分婚 这样你就不会失去我和叔叔中的任何意味 若是海 你的意思 遇了不在孩子面前做坏人 你就把这个难题抛给我 我在问你的意思 战爷 五年前主动放弃孩子富裕权的事情 不会再做了 我战家的血脉 一个都不能生 爹地 你刚刚不是说让妈咪去家里照顾我吗 行 落伤 明天带着你的女儿来我家 照顾两个儿子 要吃中餐的话自己去买饭 就在街里面 走路15分钟 煮个面 不好意思说自己不吃饭 我吃中餐的话自己去买饭 就是这样 好 politics av 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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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雕 乖 煎小 溫柔的清晰也許要來和 媽咪我可以跟弟弟分享嗎 當然可以了 如果特別好吃 弟弟你嘗嘗 媽咪做的披薩跟外面賣的 真的不一樣 真的很好吃 怎麼樣 還行吧 我有一千嗎 明確 帶到這十字 虎空 戰爺 披薩好吃嗎 不怎麼樣 總之你吃了那就得付錢 多少 一千 你這是車火打劫 戰爺 你是資本家 應該明白市場價格取決於供求關係 我的披薩呢 全球獨一無二 供不應求 標價一千 不過分吧 你經濟學貼的倒挺好 我小孩 幫我理解說 憑什麼 我也不是你的保母 以後你做什麼我吃什麼 我還會給你一個報仇 一個月兩位 我還帶 一定得秀的時間 請教 給你 sulphuratu 怎麼了 我害怕 別怕 媽咪在這裡 媽咪保護你 你为什么会在乘乘法队 别妨我跟房贼似的 孩子昨天晚上做噩梦了 你这个当爹地的难道听不到吗 去做你的饭 做什么 怎么又做了饭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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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爹地 妈咪他们会不会离开我们 叔叔 只要你不想 他就不会离开 油炸食品吃多了对孩子的健康的影响 以后家伙花费心思的走开 我不希望你再看 战爷 豆浆油条呢 是经典的营养早餐搭配 物美价廉 为什么不能吃 洛世函 别忘了我是你的故事 我有权要求你能做什么不能做 叔叔如果你不喜欢吃可以不吃 没有人会免账你 你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 食不言挺不宜 啊叔叔你为什么一直说话 我已经为战俗喊堡联系了新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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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一百万 拿了吧 这么贵 一个孩子一百万 两个孩子两百万 你跟我AA只 没钱吧 不是 幼儿园那么多 你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这么贵的 那么贵的又不一定是好的 别用你自己的活力 好 学费的事我会想办法 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让童童和韩宝他们 入读同一个幼儿园 所以海天别墅业主的孩子 不能入读小学幼儿园 战姨 求求你 就算让童童进了海天幼儿园 那他要取费 你还是要找我接人 你只要想办法 让童童入读幼儿园就可以了 学费我会想办法凑到 好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想到什么办法 喂 妹妹今天真漂亮 谢谢哥哥 这小姑娘可爱是个 就是跟我八字 而且干什么 大 comme 不 不 是 我们 Little 我不是 要是 我 我又要是 你 朋友的学费你会放心 她的学费我会帮她交点 我女儿的学费 用不着你操心 哥 我查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嗯说 我调查了洛诗涵的全部档案 从他出生那天起直到现在 可是所有的资料有关他的记载 都停留在七年前 七年前 真凌车祸那天 对 我还查到 洛诗涵七年前也出过车祸 正好和真凌姐出车祸的时间 低止一致 什么 竟然这么巧 是啊 我也觉得很巧 而且 你不觉得洛诗涵现在的脾性 变得越来越像真凌姐了吗 你说 她会不会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看过穿越剧吗 嗯 我怀疑洛诗涵在那场车祸中死了 而现在的洛诗涵身体里住的是真凌姐的灵魂 战风剑 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 洛诗涵怎么可能跟颜真凌相提平了 他满口谎 臭屁不堪 可是现在的洛诗涵 网络技术一流 他甚至会易容术 这些都是真凌姐曾经拥有的技能 而且 说话别吞吞吐吐大哥 童童也是你和洛诗涵的孩子 当年洛诗涵还了一胎三宝 而童童就是三胞胎中最小的妹妹 什么 这种事情你为什么都早点跟我说 因为我担心你会跟洛诗涵抢孩子嘛 隐移我推测了她是真凌姐后 我才敢告诉你 那如果她真的是阎真凌 那我这些年对她做的事情 岂不是太残忍了 是很残忍 可她爱你的心不变 大哥 她一直在等你 是你的冷漠和拒绝让她不敢前进 现在 是你弥补她的时候了 洛诗涵 你会是阎真凌吗 真凌 你会是阎真凌 你会是阎真凌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能不能 站 你是阎真凌 站也 你在说什么 我我听不懂 你还在装 我刚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回头了 我 我 告诉我 你是不是阎真凌 啊 如果我说 我我就是阎真凌 你会相信吗 换造是以前 我是不信 但随着你越来越想她 我信了 无论你相不相信 我现在是洛诗涵的身份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 阎真凌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不会相信重生的说法 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我的身份 对不起 你还追杀我 驱逐我 还跟我抢儿子 连我的女儿你也讨厌 对不起 是我的固执让你们错过了这么多 也是因为我 也是因为我 让你胆战心情 还连累了孩子们 对不起 你这个坏人要进瓮妈咪打你打你呀 彤彤 妈咪 彤彤彤别爸 我是爹地 彤彤 快叫爹地 我不能叫他弟弟 他会把我从妈咪身边抢走 不会的 我会和妈咪结婚 两个哥哥以后也再不会离开 我们一家五口 永远生活在一起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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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妈咪终于要一回了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咯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咯